打开我们的代码 绕到src目录 在pages目录下面 我们再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login 在这里呢 我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gs 我可以把detail页面的这个代码呀 拿过来 把detail下面的index.gs拷贝过来 粘贴 然后删除一些名用的代码 比如说MapState MapDispatch 里面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componentDidMount 好 Render这块呢 我return出一个div 就是一个login 剩下的这些内容我都去掉 好 包括这个样式我们都先去掉 然后把这个组件改成login这个名字 即使这个component 我们都可以替换成purecomponent了 顺便我们把detail也给替换了 好 detail里面呢 这里我们用purecomponent来提升一下性能 关闭掉 回来我们继续写 有了这个组件之后啊 我们还要定义它的路由 所以我们点开app.js 在这里我们引入这个组件 import login from pages下面的login 然后拷贝一条路由记录 粘贴在某个位置 这块呢 我们写 当你访问login这个路径的时候 我使用的组件是login这个组件 这块我们稍微拼错了一点啊 这应该是login写错了 好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来看啊 当我进入login这个目录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进到这个页面了 然后呢 我要对这个页面进行一些样式布局 关闭掉它 我们进到这个页面 首先我要创建一个 stile.di存件 import stile.com stile.com export 叫login wrapper 等于stile.di 我们做一个登录页面 当然我们做的页面比较简单 不照是简术的这种样式来做了 时间有限 首先呢 我们让它的y字 让它的账布局吧 position absolut left 0 right 0 bottom 0 top 56px background 我们给它一个 警号 11 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看啊 现在 我的这个底部的色都是白色的 但是你看简术网站 登录页面呢 它的背景色是灰的 所以我要给它一个灰色的背景 这里呢 我们写的loginwrapper就是干这个事的 它是一个绝对定位 然后呢 去顶部56像素 就是heather的高度 剩下区域的背景色都是灰色 在这 import 它 from 当前路下的stile这个文件 然后 我们用 loginwrapper 包裹一下这个文字 再回到页面看 好 它说这里我们写的有一点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啊 login 这应该写const 保存 可以了 大家看背景已经变灰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heather这个展开的框就看不到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让它的 z-index等于0 我们再打开heather的部分 对应的样式 给这个heatherwrapper呢 加一个z-index-1 这样的话 heather这个区块就会显示出来 这块是分号不要写错了 OK 回到页面我们刷 再点击 功能恢复正常 接着我们来写这个登录框的布局 它就是居中的一个块 这块呢我简单点来写 时间有限 咱们来看啊 首先 我来定一个loginbox 好 它的宽高 我直接来写了 wise 400px heat 200px margin就上面50像素 右呢 auto 好 就上下左右 局中就可以了 水平局中啊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back ground 这样的 就是fff border 好 当然呢 这块你可以用个box shadow 00 然后你可以写个8px 或者怎么样 做一个blur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直接把 减数的这个效果拿过来 选中它的外层的框框 大家可以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里面用了一个rgba的透明度 一样的 好 接着我们继续写啊 先写到这 我们保存一下 到页面来看 刷 没有任何的效果 是因为loginbox 我并没有使用它 在这 我们在login外层 再包一个loginbox 保存 再来看 没问题 局中 然后里面呢 我们再去放几个input框 我可以把它的margin稍微改大一点 改成80 高度呢改成200 2 复制一份 我们在下面去写一个input标签 或者input组签 它的类型呢 也要给它改成input wise我们给它200 当然呢 再给它改成一个this play block height 30 lan height 也是30px padding 我们再给一个 上下0 左右 10像素 color呢 我们用警号777 保存 然后我们在页面上去用这个input login这块我们写两个input标签 它们可以给一些内容 比如说placeholder 等于 等于 帐号 placeholder等于 密码 可以 我们回到页面再来看啊 帐号密码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一个间距 居中就行 怎么居中呢 在这儿我们给一个margin 上下我们给它10像素 左右呢 凹凸即可 我再给loginbox来个paddingtop 20像素 咱们再到页面看 好 这样就可以 接着下面我们再来一个button 也就是登录的这个按钮 它是一个div 它呢 wise我们给它220像素 不航高不变 color 我们给它一个白色 background 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蓝色的背景 因为简述的这个就是蓝色的背景 拿到这个颜色 我们粘贴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然后border radius 我们让它是15px margin 上下呢 10px 左右呢 out to text align 给它一个center 保存 回到页面 看一下效果啊 刷新 好 没有用到这个button 所以呢 我要在我的组件里面去引入button 然后使用button 登录 保存 回到页面上 咱们刷一下 没问题 就这样 它的高度稍微有点高 我们再调整一下即可 让它的220调成180 然后呢 去顶部呢 100像素 好 这样就ok 这节课呢 我们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login部分的布局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将进行逻辑上的实现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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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 you know you will need a 对 打敏 打敏 然后